我们家神兽又归巢了 把儿子送回大学 在十一长假期间 儿子又因为午睡的原因 被我们两口子好好的说了一顿 大家好 这里是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午睡习惯和文化差异的事情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儿子其实对于午睡 是有非常强烈的需求的 只要是有机会有时间 就一定要去午睡 而且他会睡很长时间的午睡 经常会睡到两三个小时 导致整个的生物中 就相对来说比较混乱 在这一次十一假期期间 又因为长时间午睡的事情 被我们说了 当然中国人好像是独有的一个习惯 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 还有哪些国家有这种午睡习惯 至少欧美应该没有 不知道日韩是不是要去午睡 但我儿子对于午睡的态度是十分的坚决 即使是在高三的时期 只要是假期包括周六日在家的时候 都要午睡 而且会睡很久 只要你不叫他 基本上这一个下午就全都睡过去了 那当然我自己是从来不睡午觉的啊 我应该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抗拒午睡 其实到小学以后就没有人管你是不是午休了 虽然你吃完午饭以后 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让你去四处玩耍也好 溜达也好 那我一般会四处转转 或者干脆就开始上班了 开始处理事情了 哪怕是说没什么事情 我也会在这个时候去玩耍一下 比如打个游戏啊什么的 我是从来不午睡的 我到现在还记忆很深刻 小时候在幼儿园一定到中午的时候 是要去午睡的啊 而且幼儿园的老师会来检查 经常抓住不午睡的那个人就是我 午睡呢算是一种比较奇葩的现象了 中国人大量的是有午睡习惯 就是你说到底有多还是少 这个我没法判断 因为我在北方互联网公司上班的时间里头 基本上是没有看到有人午睡的 包括我在上海盛大上班的时候 大家好像也不是很强调午睡这件事情 很多公司是有这种午睡文化的 比如说华为中兴 腾讯都是有午睡文化 以及很严格的这种午睡相关规定 像深圳广东那边的公司都有这种规定 他们的每个座椅旁边呢会有一个躺椅 就是他宫位旁边有个躺椅 到中午应该也就是一小时吧 应该是十二点半到一点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时间 整个的办公室里边会熄灯的 他要求拉窗帘 熄灯用一个尽可能安静和阴暗的环境让大家去午睡 在这一段时间里你说我不想午睡行不行 没问题啊 你也可以到他的休息区域里边去 但是你不能到正常的办公区里去 正常办公区里都是黑灯瞎火在那午睡的 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应该是在南京的中兴办公室 到中午开完会一出门 发现整个办公室黑了 我说你们干嘛呢 等我小点声小点声 他们在午睡了 我们有很严格的午睡规定 我不知道这种午睡规定最早是从哪个公司开始的 但是腾讯的午睡规定应该是从华为传过来的 腾讯在早期起步的时候 因为是挖了华为的IX 然后让华为IX从华为给他大量挖人 所以就把这午睡习惯带过去了 但是在北方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比如像在北京电报移动 到中午呢 大家会凑着一块打打游戏 他这种不严格要求 就是你想睡 你也可以睡 我们也不拦着你 你可以趴桌上睡 或者找个会议室 找个什么安静的地方 你支个小床 或者支个什么东西睡 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不会有统一关灯 统一拉帘的这种行动 也不会说别人不午睡影响你了 会怎么怎么样啊 但是反正你自己想睡 你找点睡去 会没人管你 在这一块呢 中国人去海外工作 会就比较难以适应 因为老外基本上是不午睡的 我也看到有些报道说 老外到中国 特别是到广东一带工作的时候 被午睡文化直接给震惊了 一到正中午的时候 一看 整个灯都黑了 大家都静悄悄的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肯定是很难适应的 当然也有在国内工作时间很长的老外 最后也学会了午睡 那么午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就不用去研究中医 什么子午觉 子时和午时一定要睡觉 或者是什么阴气上升 灼气下降什么这些东西 现在呢 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说 中午碳水花和物吃太多的 就是需要午睡 因为我们消耗大量碳水的时候 可能会分泌某种物质 导致人犯困 或者也有人说是这个血液 都往胃里边去了 导致脑部缺血 所以会犯困 总的来说呢 是因为中国人 中午吃入了大量的碳水 所以要去午睡 其实我并不是这么认可这件事 因为我到美国去参加培训的时候 他们其实中午吃的碳水也不少 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是 第一次在美国参加培训 他们到中午大概11点多的时候 每个人就发指 只要是个菜单了 让你再上头打钩 打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很大的三明治 最后拿到手以后 应该是类似于subway的那种全尺寸面包 因为subway是有一种是半尺寸的 就是把一个面包切一半 然后里头加肉的 加各种菜 像我们拿回来的 应该都是全尺寸的 就很大的 连碳水带肉带菜什么 还有什么黄油奶酪的 反而很大的一支午餐 大概到12点以后 他就会把三明治给你送来 没有午休 上本人继续讲课 我们下本人一边听课 一边在这吃三明治 吃完了以后 也继续再讲 可能上面讲课的那个人 他讲完了 他去吃三明治去了 然后再换下一个 吃货三明治的商业 再接着讲 这是我们在美国 做培训的时候的一个经历 他们到下午也会犯困 也会有一段的时间 大概在两三点钟 或者三四点钟的时候 精神头会差一点 我觉得人大概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不是马上吃完了 马上就困 他就是在两三点钟 在这个时间 老外会去做这种茶歇 或者下午茶 大家也不是说 支起床来睡觉 大家就是可以到休息室 或者是有时候到阳台上 拿起咖啡来 或者拿起一些茶 小点心 一边吃 一边聊聊天 什么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不会安排正式的工作 在国内 我也见过一个 比较奇葩的午休公司 这个是哪 字节跳动 字节跳动特别有意思 他们的食堂 有一个很奇葩的布置 就是一般公司的食堂 都是那种长条的桌子 一个长条桌 两边都是小凳子 大家可以打了饭 在这个地方吃 字节跳动的 每一个长条桌 头上是一个大电视 那个电视 你可以通过笔记本 直接投屏投上去 后来我说 你们为什么做了 这样的一个设计 像字节跳动人也很多 巨大的一个食堂 一片一片的长条桌 每个桌前的是一电视 他说我们就在这开会 很多会其实也没有那么保密 那就是吃完午饭 或者是下午喝下午茶的时候 我们就坐在这开会 把电视拿过来放一些会议文档 就可以去工作了 就不需要修那么多会议室 字节跳动开会是不放PPT的 他们应该是走的亚马逊式的那种开会方式 都是用的文档 他们要求所有餐会的人 在餐会之前要把文档看完 或者是在开会之前 会专门留出一点点时间 让大家把文档看完 然后再去讨论 这个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 这个不会有人说 我完全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 然后就来发表意见 因为至少是你把文档看了 而且文档里边所能够包含的内容 要比PPT上要多 这个讲的远一点 就是字节跳动 他们不会说给大家安排睡觉的地方 但是他会让大家吃完午饭 甭管你吃了多少碳水 或者吃了什么其他东西 你就坐在这开个会 而且字节跳动底下 那个餐厅里边就是瑞信 我印象里是直接可以用他们的工牌 去买瑞信 好像还有一些折扣 当然了 很多北方的互联网公司里边 也会招一些南方人进来 那么到了真困了的时候 真的想要午睡 又大家都不睡觉 他也不好意思打破别人的习惯 刚才你们都安静点让我睡个觉 或者是有些办公室里 他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能够让他腾出一块地来睡觉的 他们也有一个午睡的平替 那是什么东西 黑咖啡 他们会通过喝咖啡的方式来替代午睡 困了喝一杯咖啡 这个也算是天命打工人的一种平替 你说午睡到底有好处没有 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这件事其实没有一个定论 现在很多人也在研究这件事情 而且据说有个别的西方人是午睡的 好像丘吉尔跟克林顿是午睡的 但是既然能够把这个事拿出来说 一定是凤毛麟角 就是午睡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真的是吃白人饭了以后 他们可能下午就真的不怎么睡觉了 因为白人饭里头真的是没有什么碳水 可能有一点点水果有一点点奶制品 或者有一点肉或者有蔬菜 碳水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们也见过一些 号称是适应白人饮食的这个人 他们有可能是华人 有可能是其他的人种 他们早晨也不怎么吃东西 中午呢就是一点白人饭就完事了 基本上一天就是晚上吃这一顿 但是吃完了以后呢 他晚上还会有很多的活动 party啊或者其他这种social的这种活动 也有这样工作的 像咱们一般鼓励的是什么呢 早晨要吃好 中午要吃饱 晚上要吃少 他们正好反过来 早晨不吃 中午少吃 晚上饱餐一顿 到底哪种方式生活更健康 我不确定啊 咱们说回到午睡这件事上来 有些研究呢就认为午睡是有益于健康的 说你中午比如睡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睡个半个小时 对于大脑活跃是有好处的 甚至人的激励也会增强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呢 做了相反的实验 说午睡呢对人身体是有坏处的 特别是长时间午睡 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午睡 对于心脑血管 对于其他的一些脏器呢 其实是有害处的 而且呢 长时间午睡 其实容易把生物中搞乱掉 你中午睡这么多 你晚上睡不睡了 人每天睡觉的时间 还是不能无限制的睡下去的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按照各种科学研究的结论来说 短暂的午睡 是应该可以提升认知能力 提升你的记忆力 让大脑活跃起来 而且呢 也可以提升一个精神和情绪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是很长时间的午睡的话 是有可能增加一些疾病风险的 现在的各种午睡研究 大概也就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 以个人经验来看的话 也是如果困了 就睡会儿 但是睡的时间长了 比如睡的超过一小时以后 再起来就会头晕眼花 在这儿呢 跟大家讲一个导时差的经验 像我们以前也是经常到世界各地去 就需要导时差 有些人呢 就是哎呀 我们实在不行 到了那以后 怎么导也导不过来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方式 第一坐飞机的时候不睡 你如果坐飞机的时候睡了 那么就很难导啊 第二个呢 就是落地以后 马上按照当地的时间 开始正常的生活 你比如说我在北京飞旧金山 我可能北京中午起飞 一路上飞十几个小时 我也不怎么睡觉 到旧金山可能还是中午 我就开始处理我的工作 当然你到旧金山时间的下午的时候 肯定会很难受 但是一定要坚持 坚持到晚上了 比如说旧金山当地时间九十点钟了 就已经是困得不行了 早头就睡 早上起来呢 会特别早醒 这个没办法 一般可能会到凌晨四五点钟 你就起来了 基本上到第二天 可能下午还会困一下 到第三天就倒过来了 这个是我们以前 倒时差的一个经验吧 至于说喝咖啡这件事呢 因为从我现在个人的状态来说 喝咖啡其实对于早睡晚睡 已经完全没有影响了 我就是临睡前喝一大杯咖啡 躺那照睡无误 已经对这个事情完全无感了 当然喝太多了也不行 我喝多了以后呢 会心慌心急 但是该睡觉接着睡觉 最后呢 我们总结一下 每个人呢 其实适应能力都还是很强的 我不相信说谁特别矫情 不午睡我就要死了 或者让他午睡就要死了 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有些人呢 习惯午睡 不午睡就会产生这种季段反应 但是你真让他借一段时间呢 后边也就习惯了 不会有什么大的不适应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啊 他到日本去的时候 发现日本的同事都是每天晚上很晚睡觉 第二天特别早起来 每天只睡四到五个小时 或者最多六个小时 一开始刚去的时候 极其不适应 每天都是像行尸走肉一样去生活 但是经过了可能一两个月的适应之后 他也就习惯这种方式了 那他就是每天也是这个一两点钟睡觉 早上七八点钟就起来 也没有感觉任何不适 别人能过你也能过这个日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人的适应能力还是蛮强的 这个呢 核心还是一个生活节奏问题 找到各自舒适的方式就好了 有些人早睡早起 也有些人晚睡晚起 我原来有一个同事 就是每天晚上大概是四五点钟睡觉 他不是一两点钟睡 四五点钟睡觉 一直早晨睡到快中午才起来 很多互联网人 其实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生活的 就为什么很多西餐厅吃这种早午餐 你说你到十点到十一点你去吃 你到底吃的算哪顿呢 而且有很多人在吃这一顿饭的时候 还要处理很多工作 或者跟人开会 跟人聊天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一顿饭 热量很高的吃进去 特别是像那种号称英式全早餐那种 那个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而且还要什么呢 要让周围人跟你一起适应 你比如说这个人每天十一点起床 到凌晨五点钟睡觉 这种人如果周围的人都是早睡早起的 那你该开会 该要去沟通事情的时候 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我记得我以前在同方的时候 有一位老板他就这么上班 每天中午起床 他所有的邮件或者是公务 都是这么处理 而且这哥们 因为他是跟别人差 大概六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你基本上认为他是差时差的 他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就是他晚上早上开会 因为他是个老板 但不会每天薅一只羊 也不能薅羊毛得一只好 他每天会逮着不同的部门的人开会 别人在上班的时候他在睡觉 等到别人该睡觉的时候 他会抓住其中的很少一部分人 来加个班开个会 把这个部门的工作沟通一下 也是一种很神奇的工作方式 当然像我们以前在猎豹的时候 给雷军写邮件经常是凌晨三四点钟回 雷军的工作方式也是如此的 他就是睡眠时间短 他一白天就正常我们上班的时候 他就开会 整个的一个白天全在开会 你想他这么大的公司的老板 这么多的分子公司 很多人都要去找他开会 他一白天都在干这件事 晚上处理各种文件和邮件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邮件都是晚上回的 就是每个人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就好了 而且也要适合周围人 最终呢 咱们做一个结论吧 补税这件事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文化差异和个人的选择 并没有一定之规 说这件事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不好的不午睡就天下大乱了 还是午睡了就天下大乱了 我觉得并没有 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 平衡生活与工作 让自己舒适起来就可以了 而且呢 最好是尊重彼此的选择啊 你不能说人家午睡 怎么你这么落后啊 不午睡就如何如何了 不要命了或者什么的 也没必要啊 大家有各自的选择 各自尊重就好了 但是呢 有一点啊就是这午睡得超过一两个小时的这种 还是要稍微的揪偏一下 像我儿子那种吃完午饭就开始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一直睡到吃晚饭那种 这个是不行的 有科学研究说这个对身体是不好的 而且他睡醒了起来以后也是米米五米三道的 有时候头是昏的 让他再去做任何事情效率是非常差的啊 所以呢 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超长时间午睡 至于其他的 你说中午稍微眯瞪一会儿 还是说不睡 相互尊重也就可以了啊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好啊 这一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就是您睡午觉吗 您的午觉习惯到底是什么样的 欢迎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 感谢大家收听 请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